今天我要介绍另一个灵修的方法 就是不要读其他参考书 如果极其量你可以有另一个译本 因为我们灵修很注重一个很个人性 或者你需要传一个单纯的信心 来从经文里面直接了解神的意思 今天我选了约拿书第一章第四至第十节 这里提到有几方便的 一方面我们可以来从约拿看看 约拿很清楚知道神的心意 于是他就上了船 当风来大作的时候 约拿应该把握机会 为了帮那些微信的人介绍神人 约拿因为他个人的怀疑 一只会放弃了神的使命 他又不理人的死活 自己竟然在仓底里沉着喜怜 另一方面我们来看一些众人 我觉得这群人是非常可爱的 因为当他们遇到风难的时候 他们会哀求自己的神 不单哀求自己的神 还有就是当祭签祭到约拿 是这件灾难的引起人的时候 他们没有即时将约拿掉在海里面 相反他们想尽很多方法 到最后他们没有办法的手 才将约拿掉在海里面 可见这些人都是仁慈 这些人都是讲理的 另一方面我们要注意到 就是关乎背后神的工作 我们看到两件事 第一件事 在这场风暴 圣经里面明明说到是神的安排 这场风暴不单是神的安排 我们要说 这场风暴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使约拿被吊在海里面 除了神直接加入了一场风暴以外 神都安排了一个环境 或者众人的印证 就是众人来到祭签的时候 竟然祭出这个约拿来 可见一件事 背后一切都是神来到去操控的 所以我们有时去看一段圣经 可以从不同几个角度来看 我们可以从约拿本身 从众人 从神的角度来看 这个也是灵修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最后我们要想一想 当我们看完整个约拿的故事的时候 我们看到原本约拿是一个先知的角色 他应该处理当时的环境 但他放弃了他的权利 因此我们要回想一下 在我们日常的生活的崗位 在我们工作的崗位里面 我们有没有先知的精神 我们会不会因为个人的患感 以至放弃我们自己 做基督徒的责任和见证呢?